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大家主日平安 好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在主日的时候 跟弟兄姐妹的彼此的问候 是要用主日平安 大家知道主日是什么日子呀 主日是什么日 The Lord's Day 主的日子 对吗 如果是主的日子 我们应该怎么样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时 我们要长长地颂赞他 张开我们的口 举起我们的手 敞开我们的心 将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而且在这一天当中 我们都要思想上帝的作为 思想他的话语 你的一天 你的心都是在敬拜的里面 不是紧紧地来到教会这一个半小时 你们同意吗 我刚才看到两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 小小的 可能是你们 不是可能 一定是会有的孩子 穿着非常得体 小裙子 小皮鞋 我说穿着得体 我不是说他穿得很漂亮 在主的日子 到上帝的面前 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是不是应该穿着得体 感谢主 如果做父母的穿着不得体 你别指望你今后你的孩子 是一个得体 端庄 端正的人 所以做父母的非常重要 也是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 我非常的感恩 又回到你们当中 我记得应该是去年 三月份 林牧师请我来跟大家分享过 然后紧接着 对不起啊 我有水 谢谢 然后紧接着呢 我又有九个星期的时间 在师班和敬拜团 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和训练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他选招我 在他的国度里 服侍他 这是何等的有福 我怀着感恩的心 应该是四月份 我就答应了林牧师的邀请 我今天来和弟兄姐妹分享 和一起学习上帝的话 不是我想说的话 是上帝的教导 主题就是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我将会有三个方面 与大家一起学习 好 在分享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 报备一下 我可能今天的时间 会多出十到十五分钟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希望你们能够做到最后 一定是值得 你不会后悔 二一个 我给大家一个鼓励 和建议 好吗 就像我刚才在早堂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 我们以后来聚会 能不能带这本 Physical Bible 为什么呢 第一 你打开圣经 当牧师传道人 讲解神话语的时候 你可以在旁边记笔记 哪一天 我在主日听到这个信息 牧师传道人说的 和我自己的体会 还有 你可以拿一个本子 笔记本来记录 非常的受用 因为如果你拿着手机来观看 或者我们已经 太方便了 我们的电脑同工都打到了 这个屏幕上 但是还是有些弟兄姐妹 会用手机查找圣经 查找神的话语 好不好 非常好 但是有一点会打搅你 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 你各种的提示 谢谢 你手机的notification 手机里面的各种提示 会不会跳出来 哎呀 email 哎呀 text message 哎呀 微信 telegram line 各种的信息 一定会进来的 因为发信息的人 他没有错 但是我可以选择 就在这一个半小时 不看我的手机 我专心地看神的话 我几年之前有一个操练 就是当我今天主日的时候 我领受跟听见了 传道人牧师分享的信息 我到今天晚上还记得吗 明天星期一 我还会记得吗 礼拜五 礼拜六 我还记得上一个主日 牧师所传讲的信息 跟所用的经文吗 弟兄姐妹 我们要操练 一个主日的信息 应该成为一个主日丰盛的灵粮 一个大餐 可以喂饱我们今后的六天 如果你想吃清水和面包 那是清水和面包 但是如果你把主日的信息当成是一个 丰丰盛盛盛盛的神给你的灵里的粮食 你就要操练自己 把讲道的主题记下来 把讲道的经文记下来 对谁有意 对我有意 愿神的话语 风风满满的 细在我们的景象上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免得我得罪你 得罪神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道老 他也不偏离 我会用三个方面与大家一起分享 跟众弟兄姐妹一起学习 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已经做父母的 不管你是祖父母还是 无论你是几岁 只要你有孩子是做父母的举手 谢谢 好像这一堂比上一堂稍微少一点 我大概看有60% 所以还有40% 感谢主为你们祷告 愿神成就那最美的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也等候婚姻 等候神为你预备的那一半 和神心意也是最适合你的 我们操练耐性等候他 好 三个方面与大家一起学习 父母有责任教导子女 使他走当行的道 父母的责任 第二 父母应该指导子女 什么是当行的道 第三 父母本身要有好的榜样 来引导子女 走当行的道 好 今年的四月份 林牧师邀请我 说要我来讲一篇 关于儿童指日 主日学的信息 我就答应了 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的主日学老师 我觉得儿童在一个教会里面教导儿童指日学 非常的重要 当我反复思想 查找相关资料 阅读了很多文章之后 我越来越有一个强烈的心愿 就是 教养孩童 是主日学老师的责任吗 不是 主日学每个星期只有一天 就是主的日子 每一个主日只有一个半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孩子们在儿童主日学 老师教导他们 孩子每周有七天 是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 所以父母做父母的是 最最需要学习明白主的话语 第一点 父母有责任教导子女走当行得到 什么责任 如今是21世纪 有一个现象 我们也看看自己 也看看自己身边的家庭 令人痛心的是 子女在孩童期间 就违背父母的教诲 以至于长大成人之后 对父母不尊不敬 这是不是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中呢 主要的原因是 离开了圣经的教训 或者不知道圣经用这样的教训 或者不记得了 圣经还有这样的教导 在这本圣经中 有许许多多 关于教养孩子的教导 一个做父亲的 以为你给子女提供了衣 食 住 就算尽到父亲的责任了吗 并且还常常以 道德警察的身份 实实在你子女的身上 做妈妈的 做母亲的 你以为你认真的操持家务 使家中的每一位吃得饱 穿得好 穿得好呢就是冬天暖和 夏天凉快 以至于有可能做了子女的奴隶 你都浑然不知 这样的父母都少了一点 既没有想到要操练子女 成为有用的人 一个被神所用的人才 我最近读到了一篇文章 其中描写到 很有意思啊 他说 现在的家庭 已经成为了白天的汽油站 晚上的停车场 这看上去有点牵强附会啊 但是仔细琢磨一下 是不是有点道理 汽油站是做什么的 是加油的没错 但是汽油站是不是点火就着 晚上的停车场 停车场是怎么样 各与各互不相干 这是不是我们现在家庭生活的画面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做父母的有极大的责任 先学习约束自己 学习圣经中的教导 否则你怎么能正当地管教你的子女呢 你怎么能教导你的孩子走当行的道 也许做父母的应该明白什么是当行的道 弟兄姐妹什么是当行的道 比如 如果你是做父母的 是一个容易发脾气 任意发作 你怎么能克制和制服你孩子的任意妄为呢 父母的性格是会在孩子的身上反射跟显露出来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常说 孩子是父母的影子 或者是孩子是父母的镜子 都有这么说 对吗 圣经中有一个美好的榜样 亚伯拉罕 他在一百岁的时候生了以撒 这个儿子顺服父亲 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父亲顺服神 行出了美好的榜样 圣经中多次地教导我们 像在提摩泰前书三章四节说 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亲爱的弟兄姐妹 着装端庄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我们到上帝的面前 当将最好的献给神 你们是不是应该将端庄的 整洁的穿戴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也是表现出你对上帝的尊重 你对上帝的敬虔 你对上帝的敬畏的心 就像刚才我说的 如果做母亲的穿着不端庄 你指望你将来的女儿穿着端庄 而不出事吗 我前不久看过一篇文章 这是小插曲 容易被坏人盯上的女孩子 三种特征 第一个 穿露背露肚脐的装 第二 超短裙超短裤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子 第三 扎了个马尾巴 当然扎马尾巴是一个动作 容易被坏人抓住 所以当我看到写这篇文章的 她是一个教育家 她说女孩子的端庄 穿着端庄得体 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 你们同意吗 非常的重要 亚伯拉罕有好的榜样 因此他的儿子也效法父亲 有顺服神的美好榜样 如果我们要知道 如何管理自己的家 要使我们的父母 凡事有端庄跟顺服 我们自己先做到端庄 顺服 做事 说话 合一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人要想得监督的职份 是可以运用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 无论在教会里 你是做监督的 你是做长老的 你是做执事的 做老师的 做小组长的 做父亲的 人若不知道管理好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若不制服自己的心 你怎么能够管理你的儿女呢 子女是属上帝的产业 有一天上帝要让我们交账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中有充足的法则 供我们遵守 有丰盛的应许 我们可以把握 也有令人恐惧战惊的警告 免得我们轻率 父母有责任教导 教训儿女 在生命纸 在生命纪第六章 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经句 我们来看 生命纪第六章第六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中 第七节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第八节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鼓励大家把这个经文记下来 当我很多年前 我学习到这个经文的是 我常常在思想 戏在这 戴在这 写在门框上 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戏在我们的景象上 说明我们的生活 一定要让神的话语来充满 戏在手上 是神的话语 所有的行动的指南 神的话语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戴在额上 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归来之后 他们将经文写在一个皮卷上面 然后放入一个皮质的小匣子里 一个是绑在手臂上 一个是绑在额头上 就这个动作 使我们看到 神的话语 是如何跟我的生命 紧紧相连 神的话语 不是紧紧在主日的时候 来教会读一读 然后牧师给我们分解 讲道讲解一下 神的话语是分分秒秒的 要跟我的生命相连接 如果我们家里邻居有以色列人的 你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的门上都挂一个东西 挂一个小小的 那是什么 经文上帝的话语 我11月份的时候去参加我们神学院 在以色列的进修考察团 我们住在酒店 有一天是一个以色列的节气 我看到以色列在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 一家一家地带着孩子 一早起来就来到餐厅 因为他们那一天不做饭了 每一家多的一个家庭 大概有九个还是十个孩子 通常的家庭四个五个都是很正常的 我看到他们的孩子 跟父母坐在桌子上 安安静静地在听他们的父亲 给他们讲解经书 教导上帝的话 结束之后家里做一个祷告 孩子才跟着父母去拿餐食 这让我真是看到 他们对神话语的恭敬 对神话语的顺服 对神话语的态度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 有几个动词 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六节 我今日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中 是不是verb 是不是动词 谢谢李牧师 也要殷勤教训 是不是动词 是 无论你坐在家里 动词 行在路上 动词 躺下起来 是动词 都要谈论 也是动词 戏在手上 为记号 戴在额上 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我们看到这些动词 都是描述和运用 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 是有章可循 所以你知道如何教导你的子女 要照着上帝的话来做 教养子女 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而不是推给主日学的老师 主日学老师也有责任 但是父母的责任更大 撒旦常常迷惑我们啊 哎呀 孩子还小啊 他也不懂事 他连话都不会说 你跟他教导这些做什么呢 用这些借口 阻挡父母履行责任 以佛所书六章第四节说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扬育他们 弟兄姐妹 父母该如何教导子女 圣经的教导 太清楚明白了 第二点 父母要指导孩童 什么是当行得到 举个例子 我们生活中啊 如果小孩子损坏了 小朋友的玩具或者物品 做父母的应该怎样做 告诉他 我们去买一个新的赔偿别人 如果孩子与别的小朋友 发生争执 家长不是当面训斥 乃是要问明真相 加以安慰和劝导 安慰和劝导 第三 若是孩子没有对长辈有尊重 父母应该教导他 什么是尊重 什么是礼貌 而不是只是轻易地说 喊人哪 怎么那么没礼貌啊 你这个孩子 我们换一种方式 告诉他 圣经教导我们 耶稣说 上帝说 可能会比你那一句的训斥 要来得有果效 一个做父亲的 在家中的角色是蛮重要的 当将圣经的教训 教导你的孩子 同时自己要有良好的榜样 孩童的眼睛是明亮的 他们不断地观察 他们可以看得出 父母当中 谁是假冒伪善的 谁是专心顺服 遵守 天天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 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最终的目的 应该是 敬虔度日 荣耀神 以弗所说的六章四节 跟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一节 说的都是一样的教导 你们 我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同样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还有一个教导我们的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存在心里 这是不是跟刚才的 生命纪六章六到九节 前后辉映啊 做父母的 如果不把主的道 存记在心 你是无法指导你的孩童 行当行得到 渔蒙迷住孩童的心 用管教的杖可以赶除 这是记载在真言书二十二章十五节 不忍用杖打儿子的就是恨恶他 真言十三章二十四节 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 真言书十九章十八节 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 真言书二十九章十五节 我刚才上面 所分享的这些经文 都是做父母的 可遵循的法则 圣经如何说 我就如何行 有一位牧者说得非常好 他说如果趁着孩子年幼 不择打 不管教 早晚有一天 要打在你的背上 我有一个祷告同伴 也是我的好朋友 当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那次我是在他们当中 他让孩子做一件事 他的孩子好像跟妈妈回嘴 一般的做父母的反应是 你为什么不听话 妈妈告诉你就应该这么做 但是这个姐妹没有这么说 我的好朋友说 耶稣说 Jesus said 上帝的教导 圣经中说 孩子从小跟着父母来教会 从小听道理 上帝的话在他心中 所以当父母的在很多的时刻 告诉他 耶稣说的 上帝说的 圣经的教导 强过你跟他大喊大叫 做父母的应该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们有对孩子 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你惹了孩子的气 然后你再责打他 这是不合乎主的教训的 做父母的责罚孩子 绝对不是因为自己不开心 也不是因为自己不顺心 乃是因着正直 因着按照神的真理 你只有这样 可以责罚你的孩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自己思想着 对号入座 好吗 迁怒于人 迁怒于孩子 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有没有 你在工作中 在生意中 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你有不如意的事情 你回到家里 就像孩子 向你的配偶发作 合一吗 非常不合一 当你今天如何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你的孩子 将来有一天 你的孩子 就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待你 更可怕的是 他也研成了你的方式 来对待他的家庭 我们的文化宣教施工 最近刚刚完成了一部 九十分钟的电影 准备在院线播放 我等一会儿会请电脑同工 给你们播放我们电影的宣传片 我也知道 因为李牧师告诉我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还同工们 也一直有为我们的电影 施工祷告 我内心非常的感恩 很感动 因为我发出去 很多的祷告 事项 真正收到回应的 不是我所发出去的每一个 但是有祷告 有回应的 告诉我们 一直为我们守望祷告的 我心中格外的感恩 也为你们献上感恩 非常感谢主 谢谢你们的祷告 我们这个电影 我跟大家略略地分享一下 影片中的小主人公 是一个刚刚步入青少年的小孩 一个teenager 十二三岁 他某一天 突然表现出有轻生的 念头跟行为 而且是认真的 于是他的父亲就非常焦急地 到处寻找有名的医生 心理医生 要给孩子做心理辅导 终于有一位有名的医生 当这个医生 给孩子在做辅导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小孩子本身没有问题 他觉得应该找他的父亲 谈一下 当这个医生找了父亲的时候 才发现 这个做父亲的管教方法 非常的错误 以至于他的孩子 如今落到这样的精神状态里 这个孩子是全优生 但是这个父亲没有用正确的方法 管教 教养 鼓励 引导他的孩子 他当众责骂孩子 永远不满意孩子所做的 当这个心理医生跟父亲谈过了之后 他又发现了另外的问题 因为这个父亲的父亲就是这样管教他的 所以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错误的教导方法 一代 一代 虽然这个孩子在别人的眼中是个乖巧的孩子 却落入了将要灭亡的境地 弟兄姐妹 当众 当着别人的面责备孩子 接孩子的短处 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这会让孩子失了志气 你别以为孩子一岁两岁三岁五岁 圣经说的 免得他们失了志气 如果不正当的管教 我自己的一个例子 我的小侄子在他一岁多的时候 有一次可能是他一岁多的孩子 做错了一点事情吧 他的妈妈就是我的弟妹 马上就指出来 也责备他 也教导他 下一秒钟 他哇的一声就大哭出来 而且非常伤心的样子 我们在旁边看着 怎么会突然 他这种表现呢 做妈妈的很有智慧 马上抱起孩子 跟他说 对不起 妈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教育你 会让你没有面子 马上把孩子抱起来 走入内室 接着教导他 直到他在出来的时候 已经又恢复了 活泼 开朗 可爱的样子 我后来才明白 当众教育 当众斥责孩子 是绝对不合一的 第三点 父母自己做好榜样 才能影响和引导你的子女 我们前面叙述了 亚伯拉罕的榜样 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反面的 正面的例子 撒末尔的母亲 父母从一开始 就重视对他的教养和教导 大家知道撒末尔的妈妈是谁 其他弟兄姐妹呢 好 如果不知道 没关系 回去读撒末尔记第一章 甚至于我鼓励你们 把整个撒末尔记 好好的学习读完 撒末尔的父母 敬前 对自己的孩子 产生了强大的 积极的影响 他们将撒末尔塑造成了一位 守戒律 敬前自首的 拿西尔人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不知道 什么是拿西尔人 回去打开圣经 读上帝的话 一个行在神所喜悦的道上的 撒末尔 他一生蒙福 被神使用 他成为了民族的先知 士师 旧约中的扫罗和大卫 都是他一手高力的 反面的例子 同样也在撒末尔记上 也在第一章 我们回去多好好读 圣经称 在圣殿中侍奉的祭司 名字叫什么 以利 圣经说 以利的两个儿子 是恶人 这是在撒末尔记上 二章十六节告诉 十二节跟我们说的 教导我们的 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他们不尊重神 也不尊重身为祭司的父亲 他们做了什么事 他们竟把坛上献祭的那个肉啊 用叉子 叉来 放入自己的口中来吃 如此的胆大妄为 他们的父亲以利 是不是应该负上最大的责任 以利 这个祭司以利 任由他的儿子犯罪 导致结果是什么 最终 全家被神唾弃 相继灭亡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在圣经中记载和发生的事情 给我们极大的教训和提醒 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道的重要性 用上帝的话语 教养孩童 可以培养出一个又一个 一代又一代的撒末尔 真言二十二章第六节的重点 在于父母的责任 对孩子加以教导的管束 在孩子成长期所收的教导 将影响他的一生 不要小看孩子年幼 他甚至于刚生出来 在baby的时候 父母的敬前 祷告 家庭属灵的气氛 对孩子有直接的影响 父母指教子女当行的道士 不可放纵 不可轻忽 以色列这个民族 是非常重视家庭 重视对子女教导的 第六节 真言第六节 他强调了幼年教育的重要性 据现代的心理学家的分析和见解 他们说 三岁到七岁 是一个人性格基本形成的时期 因此 用神的话语 教导孩童 是绝对必要的 教导他走正路 有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 同样在第六节下半句 到老也不偏离啊 希伯来文 执意就是说你引导孩子到老不偏离 有导引训练男孩子的意思 这几个动词可以直接解释为 献 献这个孩子给神 为将来预备 神要使用这个孩子 使他走当行的道 如果行在当行的道上 他的福气在哪里 在第四节 回去看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重生命为赏赐 弟兄姐妹 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的 我也鼓励你现在可以打开 同样是在真言书二十二章 我们来看第四节 我再念一遍 敬畏耶和华的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重生命为赏赐 相反 是第五节教导我们的 乖僻人的道 孩童必要远离 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孩童所接受的教导和训回 只有一个目的 侍奉神 荣耀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请问大家 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可以 除了李牧师 除了上一节有听的 任何人可以回答我吗 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 三个字 记住 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 为什么 我们是他造的 对吗 我们是上帝的创造 如果上帝创造我们 他最初的心意 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 这是在圣经的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 那我们是不是为了荣耀他 而被造的呢 荣耀上帝不是要像林牧师 像书展传道 像我们的 一定要全时间地在上帝的面前服侍他 因为我们是蒙昭 但是上帝更呼召所有跟随他的人 在你们的职场上 在你们的职场上荣耀他 无论你是做医生的 做会计师 做工程师 还是做美甲师 对 美容师 你都是不是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在你的职场上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不一样的见证 而荣耀神 记住弟兄姐妹 你的被造就是为了荣耀神 真言书二十二章第六节 给了我们一个大原则 就是父母敬畏神 必会培养出一个敬畏神的 有秩序的孩子 他长大之后 他不会背弃父母的教导 孩子的一生都会谨记父母的教导 而活出敬虔的样式 小孩子是神赐予父母 并委托父母家以管教 委托父母教养他们 这是做父母的 在上帝面前应当尽上的责任 我也鼓励每一位在座的主日学老师 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引导孩子 你们也要活出好榜样 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有没有主日学老师 不管你是成人主日学 还是儿童主日学 有没有做主日学老师的 有吗 别客气 刚才早堂还有五堂 好 我盼望能够兴起 更多愿意服励主的弟兄姐妹 在神的面前 在孩子面前将上帝的教导交给他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本身就是主日学老师 我如果算起来应该教了十几年了 有一天 我走在缅街上 正在等那个交通灯 突然我后面 传来了一个声音 妈妈 你看我的老师也在等啊 我回过头来一看 是我班的学生 Russell 他是那个时候六岁半 我说Russell 你也跟妈妈出来吗 他说是啊 老师 然后他的妈妈马上说 哦 苏珊老师 你是我儿子的主日学老师 他说我的孩子 每个礼拜天回到家里就说 妈妈 我的老师说了 要每天早上自己起来 刷牙 洗脸 拿好该穿的衣服 然后乖乖地要坐下来祷告 为爸爸妈妈祷告 为我自己祷告 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要献上感恩也要祷告 我问他的妈妈 我说他真的是这样 他说是的 他说我天天听他重复这样的 我心里非常的感恩 如果我教导我的主日学的学生 是这样的 我自己也要先行出来 如果我教导我的主日学的孩子们 要懂得守势上的规矩 我自己也要是一个守规矩的人 我们要做一个守规矩的 合法的好公民 所以过马路这件事 给我深深地触动 做老师的 照着神的话语去行 孩子们会看见 会明白 会记在心里 前不久 就是前不久 我在Target 碰到了一个女孩子 高高的 她突然走进我 苏珊老师 你还记得我吗 我真的不记得她 我说请问你是 我是Amy I'm a Amy You forgot me 我说Amy 她马上说 你记得吗 当我才三岁的时候 我不属于你的班 因为你的班教的是四岁到六岁 但是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老师 所以我每个主日 我都让妈妈送我到你的教室 她说第一次送的时候 你还问妈妈 她几岁 这个小孩子说完了 我知道我不属于这个班的 但是 我说好吧 就让她在我这吧 因为她三岁 比别的小孩子都小嘛 我就把她抱起来 放到我的腿上 我说Amy 你有读过圣经吗 你有知道耶稣爱你吗 她知道 因为她的妈妈 就是我的小组的组员 感谢主啊 然后接着每一个主日 她都乖乖地来到 后来 她慢慢地变成 能够帮老师做事 做我的helper 老师需不需要拿蜡笔 老师需不需要我拿纸帮小朋友 她是最小的 但是她愿意成为一个 帮助别人的人 以至于这个孩子 当我前阵子碰到她 她都已经上大学了 她居然记得这些细节 让我心里特别感动的同时 我也在一遍一遍地告诉我自己 你怎么教导别人 你自己就要先行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是做父母的 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孩子 你怎么行 你的孩子就会照着你的榜样 教养 就是坚持要过一个 孩子们可以感受到的 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 可以观察 看见 行出 公义的生活 他们最先看到的 就是自己的父母 他们知道上帝的存在 和圣经的绝对权威 也是需要父母教导他们 教养孩子 绝对不是大喊大叫 教养孩子不是恐吓孩子 教养孩子不是为了 让他安静 就看卡通影片 教养孩子不是把孩子 交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 教养孩子不是任意地 用金钱来哄他 你乖乖地 我给你零用钱 都不是 弟兄姐妹 我前不久看了一本书 其中有论述到 当家长对你的孩子 大喊大叫的时候 他说 这些大喊大叫的父母 你对孩子如何地喊叫 就是你希望你的孩子 将来也是对你大喊大叫 同样 你的喊叫说明 你希望你的孩子 做一个跟你一样的人 不许完了 他就不许完了 不许说了 他就不许说了 让他的心思意念 没有按照圣经上帝的教导去做 弟兄姐妹 不要对你的孩子喊和叫 要用上帝的话语 教导他们 柔和 谦卑 告诉他 这是圣经的教导 上帝说 耶稣说 这个话 因为上帝的话是带着能力 是有权柄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在这本圣经中教导我们 如何做父母 如何教养孩童 你愿意 按照上帝的心意 来教导你的孩子吗 愿天父赐福你们 愿你们当中 能够培养出 有更多的撒末尔 敬虔 爱主 活出 容神 一人的人生 我们来做个祷告 慈爱天父 爱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主你的话语 能滋润人心 能解开人心中的困惑 你的话语 是我们脚前的灯 更是我们路上的光 因为你的话语 一解开 就发出那个亮光 让我们就要跟随你 谢谢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让我们都做一个 遵行你话语的人 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 祝福我们在座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我们的祷告 献上我们的感恩 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好 接下来 这是临时的 林牧师提醒我说 书展传道 我们都在为你们的 电影事工祷告 感谢主 我们刚刚剪辑了一个 电影的宣传片 我请电脑同工 放给你们看 而且这个电影 我们去年的年底 送到国家电影局去审核 全中国一年只有800部电影 可以允许拍摄 但是送去审核的很多电影 石沉大海 我们就是前不久 六月份 收到了电影局的通知 它是让我们要改镜头 改什么镜头呢 凡是有十字架的镜头 要改掉 凡是有打开圣经的镜头 其实我们没有说圣经 我们只是用了格林多前书 那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有爱 最大的就是爱 也许他们查到了 这是格林多前书十三当教导我们的 要把那个去掉 所以大家的祷告是 求主给我们团队有智慧 让我们所剪的片子 剪的镜头 跟补拍的镜头 不要破坏整个电影的整体的主题 和我们要呈现给大家的心愿 好 电影播放之后 我要为大家演奏两首 非常好听的赞美的诗 我演奏的这两首 也在后面的专辑里面 我盼望弟兄姐妹 用祷告和支持的心来购买专辑 你们可以多买几张回去送给朋友 今天如果你向人家传福音 你请他吃一顿饭 也不止三十块钱 你送他一个什么东西 也不止三十块钱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专辑送给他 而且我们的制作 包装 录制 都是超一流的水准 因为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而且今天我给大家特价 原本是三十块 今天二十块 刚才黎牧师还说 书展传道去年你来怎么没带来呀 我说我不好意思 但是刚才我坐在这 我突然想起来 因为我手里面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今年 应该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 才刚刚从香港寄过来的 你们知道 系这些专辑的寄费 都七八千块美金 因为太重了 所以弟兄姐妹 每一个作品荣耀赞美神的 都是我们的心血 盼望你们用支持的心来购买 而且今天给你们特价 等一会我演奏的两首曲子也收录在专辑里 然后后面有弟兄姐妹帮忙 还有我会在专辑上 我会在专辑上为你们签名 把它当作珍藏流念 是有珍藏价值的 好 愿主赐福 先来看影片 到底真相是什么 广正说的都不是事实 必须 必须 不信啊 林大伙 求您了 咱们别再给自己找事了 行吗 你在我家里 我救了你 你单独照顾她 她的情况不方便告诉其他人 人淡真的太客了 其今是我女儿 你愿意怎么管怎么管 承江在哪儿 你打算怎么处置成家 请你们关注 你们从我们的公众号里 可以看到很多电影的拍摄花絮 好 愿神祝福 也愿你们继续地用祷告 好吗 来支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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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